让每位孩子都能享受运动流汗带来的快乐 新竹县国中小特殊教育运动会在竹北举行 23校270多位特殊学生是参加11项的竞赛 投球丢沙包也比射箭考验手眼协调 学生挑战成功都展现了自行笑容 变幻队形独轮车穿越障碍物精彩表演吸引台下目光 接着新丰国中热武社舞动青春活力 全县国中小特殊教育运动竞赛在竹北举行 我们希望透过体育运动的赛事培养孩子 他在身体上面不管是身心的健康 以及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及团结合作的一个态度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赛事 能够强化他们各方面的一个能力跟力量 从第一届我们那个前会长 也是我们关西国中退休教师戴翠儿 来筹办第一届活动以来 我们师子会持续都在支持这家活动 并且也捐赠教育金给承办的学校 开场的是我们独轮车的小朋友 那这些小朋友其实透过假日的时间 在独轮车上面找到了成功的经验 那也今天开场当中 我看见他们在这历年来的成长当中 也是成为我们世性体育所有参与孩子的一个榜样 推着轮椅老师带领运动员来到操场 还有国中团队穿上火影忍者造型衣帅气吸睛 第21届特教运动会全线16所国小 5所国中和高中共23校 有272位特殊班学生参加11项竞赛 其中25公尺碳囊取物赛跑 需捡起桶中小球 能锻炼控制方向能力 射箭比赛学生努力拉开弓弦 把箭射出 考验手眼协调 他们可能在一些外面的活动会比较难以去参加 那这边等于是帮他们 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都 活动就是开放给他们去尝试 我觉得对他们感受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们全部都穿火影忍者来参加这个运动会 对不对 那你觉得参加这个运动会最好玩的是什么 丢直沙包比赛投篮 还有棒球九公格积分赛 与彩色木块分类比速度 特教学生们挥洒汗水 展现自信笑容 尽情享受健康运动带来的快乐